丽丸到底去哪了? 营图1成团职业第三名高位出道,结果出道急血仓,被公司停止活动5个月了。 一点解释也没有,为什么? 是娃及鸡娃欺负丽丸没有考山,还是丽丸因为不当言论被封杀了? 哈喽,宝宝们又见面了。 丽丸8月停止活动,本人发布微博称身体不适,回家休养。 但是董行的朋友们都不相信,一般来说,爱豆只要出道什么个人微博账号了,那早就上架公司统一管理了。 尤其是看丽丸发文和公司口径这么一致,就让人怀疑,其中必然有内幕,果然时间拖得越久,这事越诡异。 想知道丽丸的神影背后,都有哪些名称暗动吗?跟着小鑫一起来看看。 丽丸的活动从8月开始就只剩下影像了,所以8月是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官方渠道的声明中, 连丽丸具体是什么伤病都没有提到,不禁让人连笑到另外一个选秀团成员泽娜的预言, 她也多次因为身体原因缺席活动,其实就是约等于封杀了, 但预言又不像吴亦凡、张哲瀚、郑爽这样,收到了明确的封杀令, 所以泽娜没有开除她,以至于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 丽丸是不是也因为犯了什么错误被封杀了呢? 当时丽丸确实有一些反常,2021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76周年, 丽丸却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组摩斯密码,最后被网友破译了, 是help me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丽丸被公司限制了人身自由? 还是说这是针对海外发出的求救? 日本投降周年纪念日是个特别的日子,丽丸又是一个日本人, 这下子直接引起了许多争议,过多编撰的小作文咱们就不多说了, 丽丸那边很快有了反应,那条摩斯密码被删除了, 丽丸发布了回应,称自己当时只是因为腰痛, 所以发布了help me的摩斯密码,目的是向粉丝分享心情, 摩斯密码是不是丽丸本人发的我不知道, 但这个解释说明就一看就不是丽丸本人发的, 更像是工作人员或队友代发的, 丽丸本人普通话说都说不溜, 怎么发消息就能发这么一大段通畅的中文字呢? 这几个月丽丸在网上的评论有很多, 有发过这么多这么流畅的中文字吗? 一看就是公关措辞吧。 丽丸的号估计是不在他手上的, 从表面上看,丽丸个人号也只是发了一段摩斯密码, 具体发生什么事都是网络上的猜测, 对于真相究竟如何咱们就见仁见智了, 但这件事引发的舆情问题, 丽丸本人却逃脱不了感性, 既然选择了来中发展, 就应该做好功课。 抗日战争是我们国人心中最严肃的话题, 绝对不容娱乐化对待, 可见丽丸本人对这些事情太不敏感了, 完全不知道在特殊时期发布那样的消息会引来许多的戒毒, 以后真应该好好做功课,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关于这一点同队的其他外国继承员都处理得很好。 赞多也是日本人, 可是他的发展却如日中天, 团伙、团宗、团个一样也没拉下, 咱们的超新鲜运动会还在决赛给他颁发了街舞金牌, 同样是一个团的日本人,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主要是赞多很重视来中国发展的事, 各个发言人来说都挺聪明的, 比丽丸想得多, 知道的也多。 最新的直播中, 主持人问他2021年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赞多回答, 最深刻的是我在中国, 去过了很多好看的地方, 吃过很多好吃的美食, 认识了很多很温柔的老师和朋友们, 咱就说这回答漂不漂亮, 而且来到中国后, 在中国的表演都诠释传统元素, 引动万里学习传统省诗文化, 把街舞和传统省诗结合在一起非常有创意, 蒙面舞王用舞蹈演绎古诗词, 开辟了用首饰舞跳古诗这种独特的音术形式, 这个中国风舞台荡气回肠无比震撼, 而且他还特别喜欢熊猫, 总哪都要cue, 创造营里说自己生日吃了五个熊猫蛋糕, 则哪都抱着熊猫玩偶, 独自表示要去成都看熊猫, 这么一对比, 丽丸真的是太不会做人了呀, 别说赞多了, 有博元派派太子在, 按常理来说, 丽丸都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要么这件事是丽丸故意抖机令, 要么就是娃娃的工作人员失误, 想用丽丸的账号宣传新传, 结果被借题发挥, 丽丸对这些日子不敏感失垂, 娃唧巨蛙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公司没钱请中文老师教中文嘛, 别人给这帮外国人教规矩吗, 还是他们没时间学中文嘛, 直到现在还有人喷, 这团外国人中文水平不行, 咱们国人去韩国当链起生, 说的都是一口流利的韩语, 外国人来中国出道, 当然也不能差别对待, 小新一直觉得, 娃唧就没花心思管理过这个团, 对团内成员的发展都以放养为主, 出道这么久了, 也没出过优良的出拳作品, 粉丝间的内斗还特别严重, 丽丸一直身体抱恙, 这不会只需到男团解散吧, 毕竟东湾也只是一个限定团, 两年就要解散了, 而身体情况就说不准了, 如果两年也没好, 那么不就是直接错过男团的所有行程了, 很多人质疑, 丽丸是不是已经私下里退团了, 不过丽丸的后援会发博否认过, 说一切血藏封杀之类的都是谣言, 有消息称, 丽丸是因为哇唧唧哇形成不合力, 导致腰伤救急复发, 不得不悔相做手术, 因为比较严重, 所以需要长时间的休养, 究竟愿意相信哪个说法, 就见仁见智了, 或许预言多次成病缺席The Nun团体活动, 也是丽丸被网友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5月25日, 预言原定参加综艺爆裂舞台, 可是录制时却不见了她的踪影, 有知情人士透露, 预言为了这档综艺节目录制, 还是做了很多功课的, 在做好准备要出发到节目现场录制时, 被紧急喊停了, 当时预言难受的直接当场哭了, 预言之所以这么伤心, 一方面确实是非常想上这档综艺, 毕竟自己花了不少心血, 另一方面, 出道以来, 这档综艺对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如果这个资源也没了, 那其他的网剧和综艺基本上不可能邀请她了, 但她和退圈没什么差别了, 10月份, 团队演唱歌曲又是唯独不见她的身影, 对此官方的解释是, 预言在彩排的过程中不慎扭伤,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网上还流传出预言崴角的视频, 和预言在医院被偶遇的照片, 这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 又透着一股魔幻的味道, 因为预言实在是太多次成病取消形成了, 很有可能崴角只是一个窃口, 预言配合公司演了一出戏, 来堵住粉丝的嘴, 如果团体活动都不带她, 那么以后的出镜的机会更少甚少了, 当然, 经纪公司的这种借口确实是比较牵强的, 但也是为了给预言留些脸面, 不把话说透, 预言之所以会遭到看似不公的待遇, 主要还是她自己的问题, 她现在是位过往不负责的言论买单, 在竞争游泥2比赛期间, 她没高位出道歉, 就被爆出大面积纹身, 视频中爆粗口, 网上对话更是粗粗不堪, 在快手出售三无产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品女混混, 竟然咬身已变成了青少年追捧效仿的偶像, 这已经不是偶像诗歌, 而是悔三观, 预言不但顶着压力, 装聋作哑不回应, 甚至被央视马赛克了, 直接撑到11月, 她的事业全防卫下滑, 央妈打马在前, 各大卫视也不敢播出她的影像, 微博之夜预言好不容易登上了舞台, 结果在东方卫视回顾该节目的时候, 直接剪掉了责难的舞台, 虽然最后补上了颁奖典礼, 但是也直接剪掉了预言的镜头, 这也算是杀人诛心, 一直以来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曾经舞台上唱跳剧佳的超级爱豆, 现在真的被封杀了吗, 虽然预言的问题很多, 可是其实都是未成年时期的非主流言论罢了, 希望随着时间过去, 她能得到主流媒体的原谅吧, 还有丽丸上升期被公司坑成这样, 连一个解释也没有就这样停止了活动, 哇唧唧王未免也太过分了, 目前粉丝后援会也在持续声讨中, 希望能尽快得到回应吧,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觉得丽丸还能回归in2one吗,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一波, 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哦, 咱们下期再见